OK 那么再往下还有一个呢 就是上面我们给大家讲的是上传分支 还有呢本地分支跟从远程的分支 最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从远程分支上面呢 去拉取这个代码 拉取这个代码 那么怎么拉取啊 GitPool是拉取的意思啊 你要拉取谁的代码呢 拉取远程分支上面哪个 分支上面的 拉取这个smart 我就写上一个smart啊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会把它拉过来啊 直接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要拉取远程分支上面smart 我就GitPool 然后呢写上一个origin 写上一个smart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会把远程分支上面 对应的这个smart分支上面的代码呢 给你拉到本地啊 给你拉到本地 这就是我们的GitPool啊 它代表呢是 从远程分支上去拉取这个代码啊 GitPool GitPool呢代表是 推送 给你拉到本地啊 好 我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